大家好,我是阿渡,我现在是在苏州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林彪元赛当时在苏州的别墅 而且他还修建一个据说可以防弹的神秘的地下指挥室 这里就是571工程 它这个是在南岩宾馆 这南岩宾馆它是大有来头 它这以前是为蒋介石先生 他的别墅 他的儿子蒋美国也是在这里居住 进来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辆红旗轿车 这辆车就是为林彪元赛 它生前所用 是它的座驾,是它专车 这在当时16年开始正式投入生产 当时第一批呢,一共是生产了20辆 在当时呢,这20辆车是全部开进中南海 是作为这个党和国家人的专用车 然而这一辆车 它的发动机编号就是004 非常显眼的红旗两个字 这一辆车给人感觉呢,是非常厚重 我们看到这里呢,是被封住了 这辆车它的制动呢,是由这个302吨 长的也是将近5米 无论是从这个国产品牌 还有这个历史意义,这辆车的价值都非常大 然而这辆车呢,在这个林彪元赛去世之后呢 它一直在使用,一直到这个90年代才会调回这个苏州 我们看到这里呢,还有这个车点1993年 在当时这个年代呢,这辆车已经是非常先进 它呢,可以跑到这个160 在当时这林彪元赛呢,也是多次来到这个南园 据说呢,有三次 而且呢,他非常喜欢坐在这里 把这里当成家的感觉 其实,林彪元赛在北京的摩加湾,并不多住 夏天呢,在这个北戴河 冬天呢,就在苏州 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作是林彪元赛的一个行宫 在眉口呢,他都是有这种大门,非常的厚重 林彪元赛呢,在当时这里呢,可谓是大兴土木 他是修建了一些地面建筑 还有这个庞大的一个地下指挥中心 林彪元赛呢,他当时的权力非常大 位置呢,非常高 他是毛主席的一个接班人 在其中呢,当时他的妻子 还有他的儿子林彪国都是在这里居住过 在这汽车旁边呢,有一通道 就是通往地下室 我们去那里看一看 他以前这个汽车车灯呢,是非常的帅 现在呢,我们是开始进入这个地下室 他的这个过道呢,是非常窄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下面 他下面呢,是一个很长的通道 在当时呢,这林彪元赛 他初次来到这个苏州休养的时候呢 就非常喜欢这里 但是呢,有人是给他提出了问题 就说如果在这里危险怎么办 种种的问题 他就修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指挥中心 还有一些储备的箱子 这个通道呢,是有些狭窄 在当时呢,这林彪元赛 他的权力呢,是非常大 他是仅次于这个毛主席 他是国家的副主席 而且呢,是毛主席的一个接班人 可以说呢,前途是非常光明 他这个地下通道呢,并不是一条直线 而且呢,呈这个曲折型 哇,他这样呢,还要继续玩下 他这样呢,应该是一些管道 他这个设备呢,也就是一个手电两用的通风机 哇,这是当时那个年代的通风机 在当时呢,为了修建这些 可谓说是耗尽了不少的人力物力 这里呢,他有一个铁门 还有一个狭小通道 我来这里看一下 只能看到这里 哇,里面就再深就看不到了 我也钻不进来 这里网上呢,还有一个楼梯 这里有一个铁门,是非常厚重 他这里网上呢,其实被封住了 我想他这里以前呢,应该是通向上面的别墅 林苗元帅呢,他对生活是非常小心 所以他的上面别墅,每间房呢,也是金窝设计 他的每一个房间都有这个警铃 林苗元帅呢,是均匀出身 所以呢,这警惕性非常高 当时呢,为了修建这里 他这个施工队的兵力达到了一个营 他这里很多用材,包括石材,木材,钢材呢 都是用专利直接运入来 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往下走 走到这里呢,一扇铁门把这里隔开 这扇铁门呢,是非常厚重 非常大 所以呢,这扇铁门一旦关上 你要想功夫是非常困难 走过铁门,只有这么狭窄一段路 还有一道铁门 所以呢,这里是非常的安全 它这个地方呢,可谓是精心设计 并不是像我们看到一些防空弄 挖了一个栋栋栋栋 它这里水电空气应有尽有 而且呢,你还很难供应来 据说呢,它这个地方是可以防炮弹 大家看这扇门,感觉它比这个墙呢,还要厚 进入这一个房间呢,应该就是当时它的一个指挥中心 在房间上面呢,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它的一个通风口 在墙上呢,还悬挂这个毛主席和林苗元帅的他们的照片 这里呢,应该是一个客厅 当时呢,林苗元帅可能就是坐在这里 在1971年2月呢,这林苗元帅是最后一次来到南园 但是这一次呢,它情绪比较低落 因为呢,在1971年9月份,这林苗元帅它就乘机出逃 然后呢,是击毁人亡 它这个地下室呢,也完全是像一个居住地方 它这里呢,还有一个卫生间 就连这个卫生间,我们看到它也是一道铁门 非常厚重 可见这林苗元帅,它的景地性是多么的高 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可以上去的梯子 我们在这里呢,每一个过口通道 几乎都是可以看到非常厚重的大铁门 在林苗元帅他最后一次来这个苏州的时候呢 他在这里的调留时间很短 几乎呢,是深居减出 然而呢,他的儿子林里果却频繁地进出这个苏州 而且呢,和当时很多川区让人有这个密切的交流 据说呢,据一些资料记载 他的儿子他打算就是去炸毁当时毛主席南巡的列车 毛主席呢,也是非常仁慈 他当知道林苗元帅出逃的时候呢 也是孤年旧情 当周董宇寝宝该怎么办的时候呢 他说由他去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林苗元帅发生的坠机 是击毁人亡 从这里呢,就可以上去 但是他这里呢,还是有一条通道 我们来这里看一下 这地方呢,非常黑啊 哇,这通道非常长 我们在前面可以看出 他这个地方是封死的 到前面就封住了 虽然呢,是被封住了 但是我们在这里是依然可以看到 它是有这个煤的形状 这说明这以前这个地方是通的 再往上走呢 就走出了这个地下指挥中心 林苗元帅呢,是中国近代史上了不得的一个人物 而且他所住的这个地方呢 现在也是一个南原宾馆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 这林苗元帅在当时所修建 所居住的一个密室 也叫571工程 在行中呢,还有一个林苗行工 我们有机会去看 下个地方见,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